在基隆市婦女会理事长何淑平市议员代理下 市婦女会一行人特地在3月8号妇女节 近年来也被称为女神节这天 特地到市政府拜会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致赠科有大爱为人的纪念牌 表达愿意作为温柔的后盾 协助市长推动各项市政建设 我们各位妇女的精英一起来拜会市长 我们愿意做她温柔的后盾 因为她所推动的各项政策 都需要很多的志工义工 我们都会义不容辞地来配合 市长谢国良也希望推动的志工服务 能够获得妇女朋友们的支持 小爱爸爸非常的感谢 那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上需要更多的志工 那妇女会的姐妹愿意站出来 甚至她们的家人好友 我觉得都是对于社会一个最温暖的力量 那未来我也会请社会处 继续跟何淑平理事长 跟七区的理事长大家来联系 每个团体都出一点点的志工力量 在这个社会就会形成很温暖 另外近来吵得沸沸扬扬的 基隆捷运经费暴增议题 市长谢国良也向妇女会说明 他支持基隆捷运 但是也强调从原先预估市政府 必须负担17亿元 暴增到53亿多元 可能还不是最后的价格 到最低 这两天有很多 不管是公家单位或民意代表 所提的很多县市的案例 其实都是直辖市盖捷运的案例 基隆市就不是直辖市 所以它在盖捷运的时候 需要更多中央的协助 那我也再一次说了 如果中央有认为这个沿线土地 有开发利用的价值的话 那我们非常欢迎中央 指导我们 甚至呢协助我们来 协助我们新建 并且也协助我们开发 这个周边的一些区域 那这个利益可以由中央来分配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双方就比较容易有取得共识 那我是支持捷运 跟大家报告 但是呢 其实我认为53亿 可能还不是最后的价格 所以站在我的立场 我们一定要替基隆 争取到一个好的条件 这个是我的工作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职务 也是我的最基本的一个态度 随后市妇女会一行人 也转到基隆市议会 拜会行男议长同姿位 议长特别致政基隆有名的 创生商家产品 又加麻吉的草莓麻吉 市妇女会也回赠纪念牌感谢 议长的用心接待 让女生们感受到 这位男神的贴心和魅力 他的一些新的做法 让我们这些妇女朋友 都非常的认同 那他今天也非常的贴心 帮我们准备了那个草莓 还有我们里面包着巧克力 外面用软软的麻吉 把它包围住 就向我们妇女柔软的心 因为他们在这个家庭里面 相互教旨之外 然后他们走出来 来做社会公益 是女神节 那我们也特别准备了 这个青年创生的优家麻吉 来致政给每一位辛苦的 女性的好朋友 那我们基隆市议会 会跟着这个何淑平主席一起 持续的打造我们一个 非常性别友善的一个市议会 然后全民开放的议会 那非常欢迎大家来议会参观 然后指导 那也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 这个妇女会的这个好朋友们 长期为我们基隆社会的付出 祝姐妹们女神节快乐 记者吴俊松吉隆报导